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个白煮蛋的不一样的吃法 蛋好 你如果不打开壳 这样直接煮的话呢 相对其他的煮法 他的营养成分会保留的更好 但是呢 白煮蛋好 他蛋黄比较干 有些人不爱吃 更有些家长担心小朋友在吃的时候会夜长 那你看了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可能就会减轻一些你这方面的担忧 那又正好呢 接下来这个周末是母亲节 如果你有大具小会的话 在桌上放上这样一盘也会增色不少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一个标花筒 这样呢 能够把蛋做出来更加漂亮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美奶汁 原味的美奶汁 白胡椒粉 仅此而已 那我们煮蛋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水开了以后 10分钟朝上的时间 小火这样一整焖煮着 10分钟以上呢 才够放心 他那个蛋黄才会结起来变粉状 我们需要他百分百的熟 然后关火以后呢 马上把这个蛋放到冷水里面去冲洗 让它完全凉透 这样剥的时候就好剥 那首先呢就是剥鸡蛋 把鸡蛋可剥了 那蛋剥好以后呢 我们用一根线 绕住我们的石子 然后 这根线放在蛋的中间 把它一破二 然后把蛋黄贴出来 放入少许白胡椒 你不喜欢的话 不放也没有关系 然后是 美奶汁 适量哈 我不知道你要做多少 我这边差不多是 8个蛋 放了大约3个Tablespoon的美奶汁 大约是在50ml左右吧 那你自己掌握 调到就是厚奶油的这个状态 要把蛋黄全部压扁搅匀 然后准备一张保鲜纸 把搅匀的蛋黄放上去 把它卷起 塞入标花筒 这样呢 又方便 等会清洗的时候 又容易 那如果平时你就做一两三个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用标花袋了 你就把它挖出来 然后搅一搅 再把它一个一个装进去就好 然后这样 重新灌入 一点技巧都没有 只是挤到最后的时候 收尾的时候 手稍微要上面提一下 接下来就是飘飘亮亮装盘了 那大会小聚 这样我们都拿得出手了 那这样打扮的飘飘亮亮的 我们就可以出去见人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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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